在分享之前,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公司在做什麼 我們公司是一個B2B的Sauce 主要在做,在給這些品牌提供一個no code的platform 讓他們去launch它的小程序在messenger,whatsapp,instagram,line上面 然後去經營他的會員,然後發訊息,coupon這些 然後後面有一個CRM,大致上是這樣的一個生意 那今天比較重點想要分享的是generatedAI這件事情 那當初AI出來的時候,我們是很焦慮 就去年11月開始,為什麼很焦慮呢 我們發現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比我們任何一個人做得更快跟更好 然後我們就大膽的假設他可以取代很多的人 那在這樣的假設下,我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實驗 想要知道哪些是可以取代的哪些是不行 因為他攸關到我們接下來創投給我們錢 我們要開始hiring更多的人才 但是我們發現說如果我們不知道AI哪些事情可以做 我們可能會投資在錯誤的一些地方 那可能就重複浪費了這個資源 也許AI可以做更好的 但是因為他是太新了 所以不知道到底他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們很積極來做這個 第二個是我們其實用了幾個禮拜在很多角度之後 我們發現他實在可以有太大效率上的提升 所以我們假設一件事情是別的公司已經用了這件事情 他的員工是一個可以打我們十個的話 那我們再多的資金也贏不了他們 所以我們馬上就會被淘汰跟落後 所以這樣的焦慮感一直在我們團隊的心中 所以我們把它從Q1開始是一個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稱他為鋼鐵人計畫 那我們想讓每一個我們的員工變成一個Ironman 那我們先定義一個KPI 就是他一個人可以打外面十個人 叫做Ironman 然後我們現在大概在0.4個人的這個 快要是一個halfIronman的狀態 在過去這半年多的時間 那這個計畫當中跟大家分享 可能會知道說很多執行面是可以用AI取代的 包含現在這個簡報 我們現在有80%的簡報是用AI做的 那從engineer, product management到marketing 有很多面向是大家可以去做執行 用AI去做 那但我今天想更多的分享的是 我們當初不只覺得他可以取代執行者 我們覺得他連決策者最好連CEO都取代 因為我發現員工他們的工作都變更輕鬆了 都因為AI變輕鬆了 但我好像沒有 我好像沒賺到 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取代我自己 Decision making可不可以被AI取代 那鐵定是可以 因為如果你公司是Base on data做決策的話 其實就是把Beta跑完 然後告訴你一個result 你就可以做決策 所以我們也嘗試很多在AI在做Decision making的地方 幫我往下滑一些 然後展開中間那張圖白色 好 那我們組織大體上也定的一個KPI 是希望人數的降低但人效的上升 就是人均的產值的提高 所以Per Person的Revenue可以提高 這是我們總體在做AI的時候 如果整個組織想要定一個KPI 怎麼定 我們是這樣看 好 感謝 然後 右邊這個圖 好 那 右邊這個圖 想要分享的是 先簡單分享一個Decision making 可以做到什麼 怎麼樣的程度 就是 就是我猜如果大家到都有一定的數據化程度的時候 都有左邊這樣的Dashboard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 我們是一個B2B公司 然後我們Sale Cycle是21天 我們的LTV CAC是33倍 那我 可是我們看了這麼多Data 我們到底可以做什麼行動 所以去想一些Finding Insight跟Action 是很花時間的 所以如果這些 當然這個 儀錶板是給人看的 機器只要看Rawed Data就可以了 但是它可以定期去跑這些Rawed Data 告訴我們 它有什麼樣的Insight發現 有什麼樣的Action可以行動 那 老實說 有些東西一定是提了之後 你覺得 這我也知道 可是其實你當下就沒想到 因為人會想兩個Finding就累了 然後就開始想兩個Action就累了 先開始做 但其實可能有五個角度 那機器會把五個角度都提給你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應用 那 舉例在一個執行 那有人是公司裡面有Customer Success 或者是Account Manager的嗎 有這樣的角色嗎 好 有一些 那今天一個新的B段用戶 那他要指配給哪一個Customer Success 或者是給哪一個Account Manager 我想舉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人類做決策的方式 那他當下可能會 第一個想的就是 誰的Loading現在OK 誰比較Loading還好 再來是產業 可能是哪一個產業比較適合 但是其實這些都很感覺 因為 我舉例Loading 大家都說自己Loading很重 你如果說 問你所有的員工 他一定說我現在很忙 所以Loading 你其實這個Data Source的來源 就已經是很感覺的 那第二個就是 產業經驗或什麼這些 然後總體 其實他最後判斷 我猜大家就說 那就他吧 其實你就是心中 直接想一個很信任的人 你就給他了 但是在這樣的arrangement 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 good quality的決策 那具體來說 我們就把資料結構化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問 我們自己內部的GPT說 有一個電商的客戶要進來 大小是怎麼樣 這樣吧吧吧吧吧吧 講完之後 請你給我一個最佳的分配 他就開始跑分 然後跑完分數之後 OK assign to Moly 然後我們就貼這個結果 在select 所以assign to Moly 我們會有一個period 是讓他回饋人因的反饋 因為有些Data看不到的事情 但90%這些決策 其實都可以馬上去執行 而且團隊會覺得公平性更提升 那當然這個跑分 大家會有一個疑問說 你要用什麼樣的模型來跑這件事情 要每一個是loading 要佔比較多的加權還是怎麼樣 我這邊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再問AI 你就再問QGPT 那他可以告訴你 你這世界有多少種模型 你再跟他說你公司是哪一種要貌 他又跟你說那你比較適合哪一種要貌 然後你就開始嘗試 然後呢 加權如果需要百分之 譬如說 你的對於loading到底要佔百分之五十的加權 還是對於產業認知要百分之三十的加權 一開始如果是我們人做決策 就好啦 先五十三十二十 這樣權重先跑跑看 但你還是可以問他世界的benchmark 讓他去做一些調研 所以其實你在迭代一個事情的時候 是可以很快的 然後先舉例到這邊 這邊是decision making 下一頁 好 然後接下來就講一下 我們內部開始用AI工具來產生 這個SLG Sales Let Growth Automation 那在場有多少是B2B 然後是Sales Let Growth 就是你公司是有BD 有Sales的 蠻多的 好 那大概會有以下跟我們一樣的流程 第一個你會有marketing去拿到leads 然後會有BD Sales去做後面的事情 close the deal 再來這些結果會反映到你的finance 你的financial system 你的invoice system 然後這個過程就是 大概是你整體的增長的費率的一環 那在這一環當中有很多的問題 舉例 你有沒有辦法看出底下幾個問題的答案 往下滑一下 就是你也知道格式很混亂 那比如說這個業務寫的時候 這是老闆referral 然後另外一個人寫referral 這個人寫產業寫的是e-commerce 另外一個人寫的是e-commerce 這個你後面要跑的東西就會很亂 那第二個的話就會是剛剛講的 很多手動的key in的時間 很浪費很浪費時間 那再來的話就是 你既然數據都不乾淨 跑出來的dashboard 你也不敢做決策 更別說我們最後也要花很多時間 看著那個儀表板 看著那些線圖 想到底看出了什麼東西 我哪邊可以放大 哪邊應該減少 那這些都是我覺得b2b startup在做sell stack growth的時候 很大的一個痛點 那這些痛點可以透過跟AI協作 很好的把這些事情解決 好那我們往下 好 那我們從最左邊的圖開始 如果你是一個sell stack growth的公司 你應該會有很多名單來源 然後它會來自於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能從facebook 可能從google 可能從線下 等一下活動交流的實體的名片 那這裡的整理可不可以做自動化 那如果你公司有工程師的話 它應該沒有時間來幫你解決這個東西的自動化 為什麼 如果它排priority 一定是你product要做的事情 優先級會比較高 怎麼排這個行銷部的事情都排到明年呢 明年又有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還是在後年了 所以它永遠不會做 那我想要提的是 AI Empowered 是每一個部門的每一個人可以去解決 它能力專業範圍以外的事情也變得更可行 所以這件事情從自動化把google facebook 或是各地名單包含名片 我們公司內部是拍照 等一下換到名片我們叫拍照 也自動進去這裡 直接OCR識別進去 這整個自動化行銷部的同仁不會寫程式 但它也是完成的 所以這是第一步它可以去自動化 把名單的管理做得更好 那我們第二章 那第二章是它已經進到了 有這個名單的整理了 那quality的list被挑出來了 它要進到所謂的業務的CRM 剛剛講的嘛 如果不是自動化的情況下會怎麼樣 它會是業務在把剛剛的名單手key進去這裡 但是這時候你在管理上如果你有 可能會碰到類似的問題 就是你跟他說那個來源一定要key 然後產業一定要key 它就是會漏幾個 因為業務就是太忙了就在開會 而且他也不知道填這些事情 對他的業績有什麼幫助 那其實是你老闆想看data 對他來說根本不重要 所以他為了更好地完成他的工作 他就是能掃key就掃key 能偷懶就偷懶 最好不要做這些事情 盡量去開會 那所以其實沒辦法仰賴人做這件事情 就只能做到自動化 那如果你公司一樣 工程師也不會去幫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優先級實在太低了 總是有價值更高的產品開發的事情要做 這時候業務部的主管 或者是跟前線marketing的人 就可以直接協作透過AI 直接把這兩邊的API串起來 所以資料就可以自動進去 那資料可以進去的時候 就不用有它手key又漏甜的問題 所以整體省的時間 資料又乾淨 對我們後面要講到 Data分析這塊會很重要 那一再強調的概念就是 每一個部門自己賦能它 跟AI協作解決它的問題 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到下一張 好那現在業務已經key in了 但是我們發現它移動到成交之後 它又要去跟財務合作 因為財務有個系統 是開invoice的 是開報價單的這些工具 那這時候他們又花了很多時間 去把剛剛的company name 或是台灣有筒編這些東西 它又要再騰上去 然後假設手工出錯的情況下 它又要 finance的人會去跟它吵說 你這填錯害我開錯票 我發票還要作費 這流程很麻煩 所以你其實看內部有多少 在浪費時間的一些事情 那過去呢 這個事情也可以提交出來 可不可以自動化一點 把它接起來 然後這時候工程師 或是財務經理排序 這個事情 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個明年再說 那這件事情一樣 這個財務自己去跟AI協作 就可以把這兩邊接起來 所以當業務最後結果是 當業務把它移動到成交階段 報價單就自動開出來 跟合約也自動開出來 那都是GEN AI可以做的事情 那在這樣的進行之後 你的時間又省了 資料又乾淨了 因為舉個很常見的例子 如果是手填 業務段跟財務段 會有很大的gap的原因 就是業務未填 像我們有個客戶叫 博恩夜夜秀 薩泰爾娛樂 那業務未填 博恩夜夜秀 財務說他要薩泰爾娛樂有限公司 那這兩個是同一個東西 但是對於這兩個單位來講 名字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是用系統自動 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要仰賴人 說不行喔 這裡要填 這個 這個法律上的名稱 那這個都太多的管理成本 跟人因在變化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到成交後的自動化 這樣子 最後你就會有乾淨的數據 可以產生各種儀表板 來看這個事情 但是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經驗 有Data有Dashboard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 並沒有產生價值 就是一堆數字 到底數字中看到了什麼 什麼漏看呢 這是我們Decision Maker 其實每天很焦慮的事情 那甚至要想這邊要應應做出什麼樣的策略 策略品質夠不夠好等等的 那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像剛剛有講到 這些儀表板是人看的 但它其實機器不用看這個 它直接跑RAWData就可以跑出東西 所以在我們公司可以自動 就內部的GPT 我們就可以把固定我們想看的指標 跟它溝通 然後固定定期的產出 這些指標的趨勢和結果 包含insight 包含可行的action item 給我們做參考 那也因為這樣 這整個自動化 讓我們boost省時省力 然後決策速度更快 所以整個公司的成長是更快的 這是我們鋼鐵人計劃其中的一部分這樣子 那下面分享這個 鋼鐵人計劃進行到了很多部分的時候 我們發現其實很多人都可以被取代 包含初階的主管 如果譬如說業務是負責打業務 對吧 那主管做什麼呢 負責整理業績 負責告訴執行長說 source哪邊的成交比較好 哪邊要放大 哪邊要減少 很多的數據整理 數據分析跟報告跟講 到底接下來還要幹嘛 action item是什麼 但聽到剛剛我們那一段 其實機器都可以做 那這個主管的價值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重新定義了 Leader的價值 我們覺得他是一個 Good BD Trainer Good BD Coach 這會是比較重要的 新的R&R 那過去這些 可能剛好 像我們以前Hire的就 他能力子不在這邊 他能力子在前面 剛剛機器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就是 重新FIRE跟Hire這些事情 對 那當然我們會給一個窗口 去學習跟改變 但是沒有太多時間了 我不做 別的公司就做了 別的公司成長速度更快 相對值我就落後了 所以這是提到剛剛我們前面講的 焦慮感 然後我們蠻積極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方方面面我們很多機器 自動化跟取代的地方 但是想要講的是說 其實人性還是要考量 舉例來說 我們數據很清楚知道 我們的業績的領先指標 會是meeting數 leads數 sale cycle 跟很多很多的指標 這些指標會影響到 我們sale cycle 這個引擎的最後結果 which is revenue 那回頭過來的話 我們已經看到data了 AI也告訴我們insight了 我們可以去怎麼做了 那為什麼還沒有做 這邊要提到一個概念叫 數據落地 然後我們內 這比較高大上個名詞 我們內部叫嘴頓管理 就是說 數據發現說 這個 例子消化率比較不好了 然後meeting數比較不好了 這時候我們就會跟主管講 主管就會跟底下人講 你們消化率要加油 你們這個meeting數 回報一下可以怎麼解決 這樣 所以看到數據後的 就是一個嘴巴 傳一個嘴巴的管理模式 那在這樣的運作下去呢 不會有結果了 那我們發現說 你得直接讓數據通透到 中端的執行者的日常 不是他們看得到數據而已 而是他們的行為跟數據是綁定的 那以業務來講 就是獎勵制度 所以 我們重新設計了很多的獎勵制度 包含 它的LEEDS的消化速度 seal cycle 跟meeting數 這些東西都有佔權重跟分數 會影響它的獎金的加成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相對於過往 我們是以業績越多 而獲得越多的報酬 比較簡單的邏輯來設計 而產生了不一樣的結果 從此之後 我們不用跟他講 meeting數 他自己會去看這個dashboard 我要再多兩倍的獎金 我應該 好像不用提高金額耶 我把那個seal cycle抓緊 那我下個月要關的這個月關掉 everyseal cycle就縮短了 那我獎金就更高了 他自己在數據落地 在自己他的行為上 所以這個是我們發現 最後一理路 當你可以automation 當你可以 可以用data去做很多決策的時候 但是最後落地一理路 還是需要考量到人性的一部分 這樣 那 對 好 好 這剛剛講過 所以 大體上 欸 這樣 有人水了20分鐘 還有多少 好 我想一下 好 分享幾個 幾個這個knowhow 就是 在這一個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 整個culture 跟organization 很多需要調整的地方 所以我們重新畫了組織圖 重新畫了每個人的role and responsibility 因為有些事情是AI的 responsibility 那需要重新畫 但它影響到我們招募 就是我們重新定義的人才的定義 那我們招募對象就要不一樣 甚至面試的問題怎麼問出 這些東西也都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重新設計很多這些機制 那來找到符合 我們覺得未來 很多部分是跟AI協作的時候的人才的樣貌 跟找到這樣的人才 所以這是比較operation端的 那我們有一個發現是 在推動這樣的改變的時候 組織的抗力很大 跟年紀沒有關係 我以前覺得就是年輕人就是很願意改變 後來發現 二十幾歲的人 其實也不太願意改變嘛 就是不知道人性還怎麼樣 所以我們大概有異動了百分之二十的人 那如果單純用鼓勵大家去用的 我覺得其實速度有點太慢 所以我們還是有一個刀子在後面去考核 這個應用的能力 當然不是說你多會用這種虛的東西 是他的 他本來就有他的OKR KPI去量化指標 然後去看這件事情 那那些指標其實會到達更高的效率程度 才有辦法達到 所以他如果不用AI是一定到不了的 所以這個是人才改革上的部分 那但我們後來風氣很好 我們發現其實就是不要做的事情 就是像我這樣在台上講 因為CEO講他就說你是CEO 所以你就會這些AI 然後你就會導入這些東西 他就是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有這個邏輯 但是我們發現很有趣的是 實習生上來講 他用了什麼東西省了多少小時 他工作更輕鬆了 某個正職上來講 他用了什麼工序更輕鬆了 要不斷有這樣分享的場域 會蠻有幫助的 因為他會類比說 那個人好像現在工作更爽了 其實發現那個爽感 先讓他們有偷懶的感覺 我現在工作可以 八小時可以做 四小時可以做到的話 這些員工就會開始動 所以策略上就是 讓員工彼此分享 然後讓他們覺得 每個人都爽起來這樣 然後才會開始推動 因為AI的效率跟賺錢 human resource對capital的efficiency 是我們在意的 但員工不在意 所以要完全換他們的語言 去溝通這件事情 那這個方法後來就蠻有效的 就是每一個部門都可以自己用起來 這樣子 那也有一個 這個 太好了 好 待會還有panel 所以就是可以再多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Fab分享 等一下還有很多時間 跟機會 可以繼續講 那我們現在歡迎到 幫我重整 好 Thomas 嗨 大家好 我是Thomas 然後 對 Thanks to AI 所以 因為今天有看到有些 外國的朋友在這邊 所以 麻煩把他切成英文的 所以 OK 那 我今天代表 amending talker 不對 我代表我自己 來跟大家分享 amending talker 對於AI之後的改變 為什麼說代表我自己呢 因為 我如果講不好 不會搞砸公司的 這個表現 那 amending talker 是一個 英語的 應該說 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 global online marketplace的公司 所以 很多人以為 amending talker是在做教育 可是 實際上amending talker不是 他在做market place 就是 媒合平台 所以 我們在全世界都來做 媒合的這件事情 那 因為我代表我自己 所以 呃 對不起 所以我要 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OK 好 我以前是工程師 所以 我最早的時候 大學是出來做 software engineering 然後 後來發現 呃 做工程師的有太多天才了 我發現我幹工程師幹不下去 所以我就決定呢 不要做工程師 然後做業務 那我後來呢 有榮幸加入到蘋果這間公司 然後在Apple做 Training Program Manager 然後大概十年的時間 後來我哥跟我一起創業 我們那時候在做的是牙科的題目 所以我後來呢 就是 呃 是 Serve Asia的 呃 CEO 那後來公司有 機會出場 所以我後來就 呃 有一點時間 那因為我後來加入 AMA 第十期 感謝很多同學 AMA的朋友在這邊 然後 然後就認識了 那我現在呢 在Amazing Token做VP 然後我負責 Investment的部分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以一個 Amazing Token的高年級實習生 齁 去跟大家分享 我在Amazing Token看到 他們對於AI的一些轉變 OK 那我先介紹一下Amazing Token Amazing Token 現在基本上是全球第三大的 Online Tutoring的公司 然後呢 我們現在大概有兩百萬個 註冊的學生 然後我們現在 在學生 呃 跟老師的部分 來自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然後 語言的部分大概有八十幾個 不過語言不是佔我們全部 那 那英語的話大概佔六十幾% 然後其他的語言其實也佔很多 那還有其他的這種Service 那 當初AI一出來的時候 然後 今天我比較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AI出來對Amazing Token的改變 然後我們做了一些事情 那個時候公司就直接發布 那個紅色警戒 那我們當然沒有叫紅色警戒 簡單的說就是 極端的緊張 非常非常嚴重 然後 那個時候 我先介紹一下Amazing Token 那個時候我們大概有兩百個員工 各個團隊都有 然後呢 那時候公司一直都有在成長 那個時候去年的G&B 是六十個Million美金 所以六千萬美金 然後呢 還在成長 然後 實際上公司之前 那些錢 很有目耶論的錢 可是那些錢沒用完 我們都只能坐在下面 證明 所以 錢也很多 員工也很多 營收也還在成長 可是AI一出來的時候 然後 我們的創辦人 他就直接說 公司要死 他做的最壞打算 就是公司可能要極簡化 然後以後 所有人類不再需要 家教這個東西 不再需要學習這件事情 他是做到這樣子的程度 所以那個時候呢 他就馬上要求大家 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全公司所有的人 一定要導入AI 然後呢 具體的做法是什麼呢 很簡單 OK啊 十倍 就是 你所有定你公司 你原本執行 目標的這個部分 都要達到十倍效率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 用壓迫嘛 push大家 去達到這樣子的效率 然後呢 兩個月之後 他在這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公司做了很多很多的實驗 然後 讓所有的部門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證明 到底自己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能不能做到這些事情 最終兩個月後過去 他解散了幾個部門 然後把很多的職位都拿掉 拿掉並沒有把人 就是 大家如果有看報道 他說他裁員 可是實際上我們裁員的人非常的少 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離開 然後如果是用到裁員 通常都是 為了讓他拿兩個月的資錢費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做的就是大規模的轉換 而且他也以身作折的呢 把公司 直接 SEO Team 直接解散 Amini Token 他應該是在做Marketplace 就是你可以把Amini Token 想像成什麼 想像成Amazon 他比較像Amazon 他不是一個教育公司 比較像Airbnb 媒合大家 所以 他當初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Amini Token 用SEO是用非常多的 可是在這個時候 他把SEO Team 整個解散掉 然後實際上證明 我們SEO完全沒有變弱 甚至於這個SEO的解散 也幫助了某些公司 獲得了一些不錯的SEO人才 然後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公司就真的 所有的人 大家應該可以想像那個壓迫感 我現在講的笑笑的 可是當初真的就是 禮拜六禮拜天 我記得那個時候禮拜 那時候 就是 就是 OpenSY沒多久 那天 禮拜六還禮拜天 我在那邊逛 逛那個 紅會百貨 逛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直接打電話來 叫所有的 C-Level上線 然後就跟大家說說 我們要最壞的打算 公司要砍到 剩三十幾個人 我剛剛說公司是 兩百個人 要砍到三十幾個人 然後他就盤點所有的東西 當然最後可以這樣做 不過實際上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最後公司 目前只剩下一百四十個人 然後我們有超過 我們從 今年的二月到 大概十月 這段時間 完全沒有招募人 現在最近 零星招募幾個人 就是各位數人 那也是到後面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們開始招募人 那 用這樣的方式 真的全部員工 全部都上AI 用了之後 因為小滴 剛好有一點點 這個 層次的基礎 所以 年紀比較大 在公司裡面 我真的算是年紀比較大 那 所以我那時候 AI導入的時候 一開始 我做得還蠻快 然後 後來 就有同事跑來問我 他說 Thomas 你這個AI的自動化怎麼做 我那時候在做的事情是 因為我是 現在不得財務 所以我會用 AI 直接辨識PDF的財報 然後去分析財務 然後直接幫 那間 我要看的標的公司 直接去做財務的評分 然後他就說 你怎麼做的 你怎麼弄那些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 一開始有點自豪 說 這個你可能要有一點點 程式的基礎 比較能夠理解 然後後來我發現 這個小妹妹 真的是小妹妹 25歲而已 我都可以生她 就是 她 她居然 比我懂得還多 然後我說 你學過程式嗎 他說 沒有 我就問OpenAI 她就跟我這樣說 我說 好 對 那 基本上程式的部分已經解決 那只是幾個地方 稍微微調一下 那個時候 就感謝布丁 協助我們 就是解決了一些 問題出在哪裡 很簡單 OpenAI沒付錢 那個時候 所以當初 後來付了錢 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那個同事 其實根本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她就是一個 負責產品的一個小妹妹 真的真的假 然後後來我們的會計師 所有的人 全部都打入AI 然後每一個人 這個細節 大家可以看 今年五月 年會的時候 每一個不同團隊 都有分享 具體怎麼做 霧欄 全部都是真的 你自己去看 很具細膩的 那我這邊就是 作為一個盤觀者 分享一下 那 用這樣的方式之後呢 我發現 原本我覺得 我可以很偷懶 後來我發現 其實每個人都學得很快 然後 接著每一個人都在寫程式 每一個人 公司的每一個人 就是 除了掃地阿姨 沒有做這件事情之外 我們包含那種 就是 秘書 然後 會計師 真的是我們公司內部的會計師 都在寫程式 然後去導入 以前要從網路上下載報表 然後報表上載完之後分析 分析完之後上傳什麼 全部的流程 全部都往AI去做 所以 公司少了 超過25%的人 可是效率卻大大提高 營收也沒有降低 我覺得這真的是 滿扯的一件事情 所以 到最後就是 效率上來了 每一個人都很有效率 然後咧 然後 你的事情不可能無限疊加 那公司 變得有效率之後 每一個人的角色也都轉變了 從以前 你就是 財務就做財務 產品就做產品 Marketing就做Marketing 講到這個Marketing 我們公司 行銷全球190幾個國家 管200多個廣告 大家猜猜看 我們廣告有多少人 Marketing有多少人 四個人 真的就是四個人 我自己是覺得蠻扯的 那 Amato 因為是Marketing 公司 所以它完全就是靠廣告 它的營收 六千萬美金 來自廣告 四個人 那 大家都把時間放下來了 之後呢 之後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 每一個人的角色變得更多 每一個人都可以想像更多的時候 我們就把核心的問題放在 每一個人怎麼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怎麼去成長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們又做了一個非常大的組織變革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 Spotify的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敏捷 敏捷商業模式 然後是 它每一個Tribe跟Squad Tribe跟Squad 簡單的說 就是它把公司分成幾個不同的Tribe 這個Tribe呢 簡單的說就是 比如說像財務 就有一個財務的Tribe團隊 就是一個部落 用中文叫部落 為了部落 那其他的團隊呢 比如說真的家教有一個Tribe 然後呢 Marketing有一個Tribe 然後Customer Service有一個Tribe 都變成不同的部落 每一個部落裡面呢 大概有三個左右的Squad 小隊 一個小隊大概六個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不好意思 換我稍微往下一點點 這個小隊呢 它就會把 每一個部落的具體要做的事情 就分成幾個 像比如說我 我是財務Tribe裡面的 MMA Squad 小隊 那它裡面就會分PO 就是 就是負責 就是負責這個團隊的人 然後PD 就是負責協助的 Pra Development 然後 RD RD就是 RD 那當然也要看那個團隊 需不需要RD 那我們的基本上 如果你要讓一個公司的所有的人都有參與 其實RD的角色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身為一個前RD 我認為RD是一些很聰明又很有理想的人 那只是很多時候RD在一個公司 他其實參與的決策會很少 他對於產品的掌控度也很少 像Fash說的就是他永遠都是follow公司的方向 然後做公司要做的事情 可是這群人這麼聰明又這麼有能力 他其實可以想到很多可以把東西做得更好 然後更符合客戶水準的東西 可是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他們都離產品很遠 這是一個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 在這個時候我們做這個團隊的時候 我們還有做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我們把以前的所有的管理層都拿掉 從 Leader 變成 剛剛其實Fash講的 我們叫做Chap Owner 可是基本上其實是Coach的概念 用這樣的方式呢 他們去協助團隊的時候 不再是由上而下 不再去跟同事說說 你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什麼 不是 而是你自己去定目標 自己定自己的方向 自己去做這些事情 那好 大家聽到這邊 其實我當初的想法是這個 就是 你認真嗎 我們 才剛搞完 AI的這個事情 公司少了25%的人 你現在要做組織大變革 啊 說真的 其實 人還是那些人啊 公司組織變化又不會 又沒有換人 對吧 然後呢 你做了這樣子的改變 能改變什麼 那 我那時候其實是非常非常懷疑的 可是 懷疑歸懷疑 我覺得我就是站在一個參與者的角度 去分析這個公司在做的事情 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這樣子的組織一變的時候啊 大家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公司 如果要讓每一個人 他都擁有參與感 他就必須要有 屬於有絕對的決策權 Tribe 他這樣子的方式 把決策權放到每一個員工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驗證了一件事情喔 就是 當我們在今年的第四季 我們要提提案的時候 公司方向的提案 以往的方向就是有CEO定 然後各個組織往下去走 今年第四季的票案不是這樣子 我們直接讓所有的員工都可以提 第四季要做的提案 每一個人 很多 第一就提了很多很好的想法 提上去之後 所有的組織團隊的人 就是我們C-level的人 就會針對這些提案去做打分 我當初想說 第四季給大家提案有人會提嗎 結論是有17個提案 公司的第四季的方向 17個產品服務各方面的東西的提案 直接提出來 然後呢 最終呢 我們就選定了一些priority 這些priority 我們只是選而已喔 跟大家講說 公司覺得這些priority比較高 接下來怎麼做 各個Tribe 各個Squad 可以去選他們自己想要做的題目 然後針對這個題目 去訂自己的okr 用這個okr去算出你最後的遺首 所以這一切的東西全部連結在一起 所以現在公司在做這些事情之後 已經不再是像以前一樣 就是很多東西都是上到下 基本上公司每一個人 他都在為他自己覺得公司的產品 可以更好的方向去走 公司的東西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做 這樣的方式 那具體的細節齁 就是 我也不在這邊展開 歡迎大家直接去看 Hebner他的Facebook 他有講整個Tribe的做法 會比我這邊講得多 那你說他有沒有缺點 其實是有的 他非常不適合用在 純執行的同事身上 純執行的同事 他因為他自己沒有具體的目標 然後比如說像我們自己 我們有個Amazing Talk Show 大家可能知道 在那個Talk Show裡面 他有一部分的人 是專門負責剪行的 他就是每天剪行而已 你跟他講說 你要想什麼公司目標 公司方向公司什麼 他其實會很痛苦 因為他就是需要做大量的剪行 他就要做大量執行的事情 這樣子的團隊不適合 如果這個的人 他自己對於方向目標跟做法 沒有自己的思考的話 他會很辛苦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適合的 可是在其他的團隊 至少以我來說 我要投資什麼樣的方向 我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要做什麼樣的投資 全部都在我自己身上 可以掌控 然後接著 Chapter Owner 就是我的Coach 他就是幫助我 一起去定出這個目標 可是最終的得利者 Esof的獲利者 都是我自己個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我們自己是非常有幫助 好 以上 我覺得AI是真的很棒 對我們來說 現在每天 每個人 每件事情 都一定會跟AI協作 可是 一個好的組織 讓每一個人願意用AI 然後把效率提升到最高 又不會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覺得很靠組織的力量 所以跟大家分享 到這邊 謝謝 待會兒是一個 這個 三十分鐘panel 然後我這邊準備一些問題 但是 有不少已經回答了 所以我應該會更 問一些更深的問題 你知道 以及說剛剛有人跑過來問我說 欸 那 MainToker到底哪裡用AI 可以給我個例子 蛤什麼 MainToker到底哪裡用深層式AI的東西 給我一個具體的例子 就對User來說 他們看得到的 User來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我知道大家都覺得那個 譬如說 欸 我想想想 影像好了 每個人都有 影像團隊 我們到後來 其實最近這些年 短影音很盛行 短影音很盛行這件事情 其實 對MainToker來說 我們之所以會做 那個 MainToker Show 就是因為短影音 其實可以教育市場 讓學生願意去買課程 所以短影片其實現在吸引了很多人去看 可是短影片怎麼樣去達到那個好的效果 其實很困難 特別是我講的是全球 所以MainToker只有台灣一個office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去分析 市場上各個國家 他們哪些影像的內容 是比較吸引當地的眼球 眼球 好 目光 對 所以 後來我們就找到這些東西之後 直接用AI去生成這些影片 然後直接讓AI自己剪輯 自己產出短影片 然後放到那個 TikTok上面去 我們那時候就有幾支影片 有破千萬的觀看 千萬的觀看 所以 AI生的 破千萬 破千萬 對的短影片 可是 可是 轉換率很差 對我們來說 轉換率是重點 轉換率很差 那就沒必用 所以 生成不是問題 重點是有沒有結果 好 我們回來 那 等一下要聊到最後 那我首先是 第一個問題是這樣 就是 可不可以請兩位描述一下 因為一個是 B2B 一個是B2C 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你們覺得生成是AI 在你們的Business上面 它佔你什麼角色 然後重要性是什麼 Batch 好 我 Focus在B2B SaaS 然後 我覺得所有的SaaS 都會重新 顛覆一次 就像你看 我們剛剛兩個簡報 都是用Gamer 然後現在Google Slides 它也不用寫程式 所以 No Code已經不是未來的最好用了 最好用的是 你可以輸入一句話 就把事情做完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 HR Tech Sales Tech Martech 還是Whatever SaaS 我覺得 AI First的體驗 會是很重要的一個巨大的改變 所以 這也是我們很積極在做的事情 因為覺得如果 不趕快做的話 應該沒有要用的產品 太難用了 但 應該No Code是過去的最強 但 絕對不是未來兩年最強 所以 這個是 產品體驗的部分 我覺得會差蠻多的地方 那 我分享 C2C 也是B2C的一個產業模式 其實 就是 2C的關鍵就是 知道你的客戶要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其實做了大量的分析 在分析客戶喜歡什麼 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就是 像 我們在 我們做 大家說 Globalization就是 Localization Right 那個國家的人 喜歡什麼樣的呈現方式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 而且 Main Talk只有台灣的一個office 然後 也就只有四個marketing的人 OK 那 怎麼去做到 Localization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們去看我們的網站 客戶喜歡誰 喜歡誰 喜歡誰 我們就把他的內容 直接 布置起來 做成我們的 然後呢 我們讓其他老師想要 申請任何內容的時候 我們就會直接伸出這個內容給他 所以這個內容就會符合這個 當地國家 當地學生喜好的這個形態 然後用這個東西 直接讓老師生成 他再自己去做修改 所以 我覺得AI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完全不可少的工具 任何時候 任何時刻 在Main Talk如果有任何一個同事 他沒有辦法跟AI一起合作 協作 我覺得他就不失了 所以這個是我的 comment OK 那我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會請你們 個別分享 兩個案例 一個是 你們覺得你們平台 你們產品 你們平台裡面導入 深層時代之後 最成功的事情 以及 最失敗的事情 就是打開 Ocean Fall 這種 我當初怎麼會 怎麼傻做這件事情 這種 最成功跟最失敗的 各位你知道嗎 好 他要問全GPT 所以這邊 好 那我先 那我講我們很失敗的案例 剛剛有說 就是 當初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AI會取代人類 所以那個時候 做了紅色警戒 取代人類的意思是 我們想像會有一種 AI老師 因為這個AI老師 他真的是全知全能 你如果給他足夠的客戶資訊的時候 他可以完全符合這個客戶給他 他就是完全Telemate的這種 型教學內容各方面都好 真的是可以做到 而且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OpenAI有投資一間公司叫做 Speak Speak這間公司呢 他有做了一個 AI Tutor 我們那時候就認為 那個AI Tutor 在收集足夠多的Data之後 他會變得 全世界最強的Tutor 所以我們那時候非常的緊張 所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做出了一個 我們自己的AI Tutor 叫Bella 那Speak這間公司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那個時候做這個AI Tutor 他大概花了 接近五年的時間 然後他們後來有大概 五十萬的訂閱用戶數 五十萬的訂閱用戶數 對 你是其中一位 OK 那我們做出來的那個Bella呢 我只能說 從我的Point of View 我真的覺得 他在AI Tutor的能力上面 完全不輸Speak的那個Tutor 甚至於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AI Tutor 其實他是模仿那個黑寡婦 你知道黑寡婦那個女生 所以他講話 以為有點那種 煙散音 很Sexy的 然後他跟你講話的時候 不是很笨的 他還有一點 就是跟你在玩 然後 就是會講一些 甚至於會跟你媽髒話 髒話不好 好 那 而且我們是免費 所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 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內 我們上線就有十萬人 Again 他的轉換率非常差 我們後來發現一個很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剛剛有說嘛 你如果要做2C的產品 你就要很瞭解你的客戶 瞭解客戶是一件事情 我們 在Marketplace這一塊 瞭解什麼樣的廣告行銷 可以打到客戶身上 這件事情我們很擅長 可是我們很不擅長什麼 我們很不擅長教育 我們不是教育公司 所以我們不擅長教育的情況之下 我們去做教育AI Tutor這件事情 就有困難 因為真正的最好的Tutor 他的關鍵是什麼 他要能夠引導學生 他要能夠inspire學生 你最喜歡的老師一定不是那個 最厲害最聰明 最會教的老師 你最喜歡的那個老師一定是 你喜歡他的那個老師嘛 對不對 他一定是很有趣很風趣很好玩 很帥很美之類的 所以他inspire你 你會覺得跟他一起上課 你會覺得很開心 可是AI做不到 因為所有的人 只要知道他是AI老師之後 只會去玩他 不會跟他學習 這個是最根本的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做了Beta 後來人數還是有在衝高 可是我們發現他的轉換率非常差 真的可以把他用得很好的人 那些人根本不會來這邊 聽Toker學習 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就是天生的自主學習者 在座的各位大部分應該都是 所以 非常的困難 那Beta就是一個 我們很失敗的案例 所以你就是獲得很多 想要來玩AI的人 而不是想要來學 對沒錯 那就各種破解 OK 那成功的呢 最成功的嗎 最成功的其實比較偏向我們剛剛分享的那個案例 像其中一個我覺得也很不錯的其實是AI的客服機器人 客服機器人 大家都覺得不好 可是其實我覺得大家忽略到一件事情 任何人都會出錯 很多人都會覺得AI給的內容是錯的 就不能用AI 可是實際上AI就跟人一樣 他會有出錯會有對的事情 你應該要做的事情是把事情切分成小的 讓他去解決那些小的部分 然後剩下有些部分把它跟人類對接在一起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想像一個 就是全知全能的神 因為我們自己也不是 我們自己的任何員工 甚至於CEO都會犯錯 AI他能做的事情是在他範圍內 你給他足夠的Data 足夠的資訊 能夠去解決大量幫你節省時間的這個部分 剩下的部分你可以透過人或其他的方式去解決 用這樣子的方式搭配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客服機器人 應該說客服AI 他叫做 Stephanie 應該也是說一個 對 那他呢 就幫我們在這個月 達到了歷史以來 客服的滿意度最高 然後回應時間最短 就是最短時間就能解決客服問題 這樣的情況 可是我不是說我們的Main Talk的客服 好棒棒很厲害 沒有沒有 Main Talk的客服呢 基本上很難找到 因為我們相信如果產品做得好 不需要客服 來 OK 阿桑 我剛剛想一下 就是成功的話 是布丁之前跟我聊的那個 奧棒自動化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們的 增長以後來源 當然有 Inbound Marketing Inbound Outbound Referral 然後 Partnership 各種模型 那 奧棒這一段 我覺得 滿好的地方是說 有一個很無聊的工作 叫SDR 他就是不斷去找 找適合的潛在客戶 然後 分析 他們的痛點 最近的新聞 等等 然後 發了 E-mail或 linked message 給他們 然後 UN meeting create 這個機會 然後讓 後面 sales o bt 去 coall outreach 那這整件事情 我們之前有同事專門做這個事情 然後他無聊到爆 然後這個角色離職率超級高 但是世界還存在超級多公司有這個工作 然後我們那時候嘗試 真的是滿有效的就是說 他第一個就是 假設我要找迪士尼合作 他自動先去爬 有在這邊上班的 的人 linked 然後接下來把他丟到 這種 心理分析的AI 然後知道說 這個人喜歡 social proof 這個人 喜歡performance 或什麼 然後再對應 把這個資料對應產出 他適合的E-mail 適合給 Reach out 給他的E-mail 目的是開心率最高 然後 約meeting rate最高 那這個 E-mail或linked的訊息 蠻客製化的 舉個具體的例子 我們發給一個 益生菌的公司 然後他的 那一個窗口 喜歡 social proof 所以我們跟他說 你會成為益生菌界 第一個使用AI 幹嘛幹嘛幹嘛的公司 我們可以一起發個PR 有沒有興趣 聊聊 然後這個開心就很高 但如果我們不知道他是這個樣貌跟分析 然後是花很多人去做這個Research 可能也Research不到 所以 省了大量的時間 然後我覺得也消滅一些蠻沒有意義的工作 就是看那些同事這樣也蠻痛苦 那他就可以花時間在 比較其他人可以創造價值的一個工作上 然後如果是失敗的案例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是整個organization的轉型 那就有很多溝通很失敗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 像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是我們會直覺的從資方的角度去想 這當然更好啊 當然要做啊 然後整個資本的效率又更好 然後增長會更快 但是又忽略了他們覺得 關我屁事 或是在找份工作或怎樣 那 才要慢慢 摩托車中間很多衝突 然後很多 甚至也有一些真的不錯的talent去離職 因為覺得 太神經病了 你到底為什麼要這麼激進這樣 然後 所以 如果重做有很多更多 溝通可以做更好的角度 可能可以讓我們這幾個月的轉型 可能 不一定能更短 但是quality可以更好這樣 對 這也是我最近一個 lesson learn 就是說 你知道 as founder 我想再做 as founder 以及你現在還坐在這裡 你就是非常的有 passion 然後你就想要改變世界 就想要做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我最近發現的一個 lesson learn 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很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有人就是 我現在應該要下班了吧 對吧 就是這個 這個明天再做也可以啊 或是 我現在就是不想要認真工作 這樣 那 這件事情是說 所以你的 AI 產生更多的 performance啊 表現最好啊 這樣可能根本意義都沒有這樣 這樣 這是最近一個 lesson learn 尤其是我在做 productivity tool 那我 在我繼續下去之前 我想先了解一下 欸 因為我們表定是到這個 5點20分 然後有想要問問題 會不會先舉個手一下 讓我知道我要留多少時間給你們 一個 兩個 好 有問題 待會再問問題可以聽 好 那我想要繼續追問下去的 會是說 那 因為我想 在座的人應該都是 就聽完就想 喔我不用 hire員工 然後reven也會 double 這太棒了 回去就要試 那我想問一下說 在你們去做這個 尤其你們現在不是已經 第一個 project 或第二個 project 你們持續是在導入 那今天如果要做一個 新的嘗試的時候 你們怎麼去 評估這個 投資匯報率 怎麼去評估這個 ROI 假設就是 team member就說 我們要做一個東西 然後你的這個 Genity AI的 ROI 跟其他有什麼不一樣嗎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我的話 整個公司 就是 維度是看 就是人均產值 那如果是 細項 到個人的話 其實沒有改變 就他原本的 OK啊 或KPI 但 整個的 數字會比較難 就是 會是如果 存人可能達不到的數字這樣 所以這個是 但是沒有變 就是方向 或是那個指標 都是一樣 對 只是可能 可能 十個人可以是 二十個人的 的量子這樣 對 所以是人均產值 對 整個公司 人均產值 的計算這樣子 好 我剛好可以分享 我們那個提案的評分方式 因為剛好公司有 十七個提案 我剛好有說 有兩個提案 其實還是我們已經截止了 然後還想投 兩個工程師就繼續寫了 那十七個提案的評分方式 我們基本上就是分四個維度 對不起 四個等 四個評分 第一個評分是 大家認為 這個商業模式如果導入之後 能在一個月裡面 就對公司的 GNV產生 正向影響 再來就是三個月 對公司的 GNV OKR 產生正向影響 再來就是半年 對公司的 GNV OKR 產生正向影響 最後一個就是 對於公司的 長期 GNV OKR 產生正向影響 四個皆知 所以 我們在投入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們在想的事情就是 我不覺得算是 短視盡力吧 不過你也可以這樣說 Time to value Time to value 對 因為其實 商業模式上 沒有什麼事情 特別是我們在做 新創公司 你很難做到一件事情是 你plan的很好 然後未來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是這樣 然後 一直慢慢走走下去 我覺得那個時代 已經完全過去了 現在這個時代 就是你不停的批評 不停的轉換 不停的去做這件事情 因此 我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應該要想的事情是 你如何在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用最短 最有效 最快可實行的 這樣子的商業模式 對不起 實驗方式去達成這樣子的實驗 然後去驗證它是可有效的 所以當這樣的事情 一旦有效之後 你就可以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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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這個事情 它跟後面的那個長期利益 有衝突的話 那這件事情就不適合了 有些事情 它可以再馬上一個月 就獲得一些利益效果 可是它對長期的GMV的成長 以及我們在Global Expansion 這件事情沒有實際的利益的話 這樣的事情 我們也不會做 所以它必須要取得 兩個之間的平衡 快速又有效 而且對於公司的OKR 跟長期的GMV 是有正向的影響的時候 這樣的事情 我們就會去實現去做 這個是 呃 我們現在定的一個 方向跟目標 我想追問一下 他們覺得 是因為深層AI 可以很快做完 所以你就會說 下個月要看到成效的 我們就會做 這樣嗎 呃 我覺得這個事情 有一部分 跟深層AI有關 有一部分 跟深層AI無關 因為實際上 深層AI這件事情 跟你要做的事情 不見得是百分之百強關聯 可是當深層AI 就是AI這件事情 在做你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已經加入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被被排除了 因為所有的東西 都符合這個criterior 可是有些事情 比如說 我們做MMA的部分 投資某些公司 它是不是能夠 一個月之後 馬上產生正向GMV 或者是半年的時候 或者是什麼時候 這樣子的東西的對象 我們就跟深層AI無關 可是 呃 我要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我找 AI的 啊對不起 我找標的的公司 我可以用深層AI 快速幫我 每個月找五十間 一百間公司 非常輕鬆 然後馬上 針對這些公司 大量去做分析 投入 然後分析它的這些數據 非常輕鬆 可是最終 跟我要做的方向 比如說 我要投的是 C-to-C的 model 還是我要投 B-to-C的 model 還是投 K-12的 model 不太一樣 OK 我覺得這邊也有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說 你的 然後說像 如果在這邊有工程師的朋友的話 你知道 Github的Copilot告訴你說 你寫程式會變快一倍 然後但是你知道嗎 大家 Engineer 寫程式變快一倍 可能你不會多賺一倍的錢 所以這個 這個加速的速度跟方向 可能是兩回事這樣 這樣 那我這邊最後一個問題想要問說 這個問題比較大一點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接下來兩年啊 我們就是 我們Stop不抓太久 我們就說兩年內好了 就是你會 你們預見說 Gernerty AI在你們的領域上面 會有什麼 這樣子 發展變革 或是外線創新 或者是說 你自己 很期待 哪個東西現在就有 所以你就立刻可以用這樣 兩年就好 不要太遠 我們產業 對 你們產業 我們產業 就是你沒有辦法輸入一句話 就把整個Marketing Campaign做完 然後他只叫稿發出去 如果沒做到這個程度 就不用做了 就是 因為一定會有這樣的產品 然後 因為Marketing Marketer這大的痛點 就是 我們看到一個指標 就是他的Campaign數 跟他的素材迭代速度 這些東西 會跟他用我們Product 然後產生 後面他要的Traction 有絕對的相關 那大部分的痛點就會是 他的Marketing的人數 Marketing的時間資源 Designer的人數 這些東西都會影響他產自素材 畢竟Marketer只是一個 比如說 發送出去的工具或什麼 背後 Content還是 佔很重要的成分 那他們花很多時間在 做這個素材或很慢 那一個檔期或那個機會可能就過了 那 以及 就算我們有很多的標籤跟Data 可以讓他知道 千人有千面的興趣 但他沒辦法產千面的素材 這些事情都讓 我們的工具的power 是沒辦法發揮 所以回過頭來 Generate AI在這件事情 剛好是他強項 可以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 就是 很 desperate 在投入的事情 所以你相信這兩年內 就會發生的事 沒有 我相信這兩年就會發生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看 Marketing 這個slice 做slice都已經發生了 OK 對啊 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太難 所以我選擇不回答他 我的不回答他的是 我覺得兩年 因為現在的世界變動得太快 兩年內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沒有辦法預測 不過我們有一起看見 十年後 十年的未來 還會發生的事情 這些事情是 對於Mintalker來說是不便的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十年的看法 兩年的 對不起 我就不回答 因為我沒有辦法回應 那 Mintalker是一個 教育平台 所以其實 平台是非常廣泛的 就是 KK Day也是平台 KLOOK也是平台 Amazon也是平台 那平台這樣子的商業模式 會不會有所改變 我們認為是不會 的原因是因為 只要有 公跟虛的需求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 直接對接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會需要平台 這樣的商業模式 可是單純平台這件事情的話 廣泛度非常高 所以我們在 定義Mintalker的時候 我們再加了另外一個東西 是 跟教育相關 那這時候我們就在問自己 十年之後 教育會不會消失 我們認為 因為教育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東西 教育其實並不是只有語言 不是只有 就是 學習的那些東西 很多東西都是 包含下圍棋 打籃球 釣魚 衝浪 然後 瑜伽 世界上各個的東西都在進入 這個學習 教育的這個領域 所以 只要有人類的部分 就不會 免除掉 需要教育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認為 教育也不會消失 那 當Mintalker確定了 教育跟平台這兩個事情 不會消失之後 我們要去想的事情是 我們怎麼樣把平台這個事情做到 我們怎麼樣把教育這個事情做到 所以我們從英語出發之後 我們切入各個世界的市場 我們可以很快的用語言這件事情 快速切入各個市場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打開 各種不同的教育類的東西 這個教育類的東西 它就可能會包含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語言是一種 瑜伽是一種 音樂是一種 KPF的叫 KPF 對不起 KPF就是 國小到高中這段教學 國小到高中這段學習的歷程 全世界都一樣的 這個叫KPF 這些東西不會抵台 因為 人就是需要去做學習這件事情 接下來 平台它就會有平台的商業模式在 它可以針對不同的受眾 針對不同的產品 針對不同的服務 去做優化 所以這是我們兩個 我認為 十年不會變的東西 然後 分享給大家 OK 感謝 沒想要 調出一個十年問題 那我這邊現場有兩個 就是開放兩個問題 好嗎 只是有沒有人要我 請來詢問 一個問題嗎 嗨 大家好 想請問 許你剛剛體驗那個 自動SDR 非常的神奇 我好奇 剛剛提到說 那個什麼 呃 用LinkedIn的profile 丟回去 什麼心理 測驗 那個 那是什麼 是一個現有的工具嗎 然後另外我剛剛看 你剛剛提到一些 內部的一些 自動automation 什麼API 然後還可以自己串 那些invoice 那是自己寫的 用GDP自己串的嗎 可以稍微 可以形容一下是怎麼做的 謝謝 好 那個 就是我覺得最 我先講源頭 就是這世界每天有太多 這樣新的實驗 跟用法在發生 所以要去把這些 源頭 配合資訊的地方 訂閱起來 或進入那個 community 那 所以像 其中一個像台灣 AI的一些 活動 布丁很常辦 他就是講了那個 反正有一個blog 是MAK這個公司寫的 裡面就講了 這個SDR這個東西 英文的這樣子 然後 我就 他步驟講得很詳細 哪一段要有哪一個產品 然後怎麼接起來 很簡單 我就直接丟給 那個負責這件事情的同事 就照著這個事情 把它做出來 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難度 不是做 難度是在 你不知道不知道事 所以拓寬 資訊員 對著資訊員 是這個蠻重要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自動化 一樣也都是 不會寫程式的員工 用GBT寫出來的 所以 所以 所以他不用動到 我本來 工程師在做 產品的資訊 但是他又在 把他的工作 做得更有 效益 這樣子 對 我補充一下 就是 事實上 這是一個想像力的問題 就是 比方說 你打開一個人 LinkedIn 像今天大家換過很多的 交換很多的 contact 你打開LinkedIn 的時候 你看他的 profile 你看他發的東西 你看他感興趣的東西 你就會對他有一些 assumption 對不對 那今天是說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 立刻回去try一下 就是 你把他LinkedIn profile 整個 不要看他那種 就直接 call be passed 丟進去的 GPT說 嘿這是一個LinkedIn profile 然後幫我做一下 這個Big file 人格分析 或是什麼樣的人格分析 他就會唬爛給你一個答案 然後 然後 這個 那這種 AI的軟體 就是他可能做得更好 相對調整更好 但是你知道 你只要比 你只要 跟人差不多準就好了 今天就如果說 我覺得 Fesh是什麼樣 personality type 我會很準嗎 我可能我認識他比較準 然後但我今天隨便 如果他一個人 我可能不一定很準 但你只需要的是 如果你今天是call our reach 你就是 可以快速複製嘛 我今天就是可以送出100個人 然後我就可以 就是亂槍大人會中 我怎麼樣去提高準確率 我覺得這更多是想像力的問題 不過這個 我可以寫你的LinkedIn 還有另外的問題想要問 這邊 OK 如果沒有 好我想最後是說 請大家給這個在座的雜方的一個建議 導入建議 想講很久 就是這樣 好 你先先 你先講 你先講 好 我發現就是 我覺得大家可能用錯了 大家覺得他是執行快速的工具 比如說剛剛他就是會有提案的問題嘛 但是這個問題有什麼 不不直接問GVT呢 所以 如果你教他 然後你 再打當執行工具的過程 你會發現 他做的沒有多好 但是 因為那是你的知識水平的 知識邊界範圍內的下的指令 所以他會是更快的你 他不是更快更好的你 那有沒有辦法是更快更好的你 就是你應該先花10分鐘問他那個事情的所有知識框架 知道了一些知識 然後再用這個指令去做事 所以下一秒出來的東西是更快更好的你 這是我習慣的做法 所以我前10分鐘一定是跟他學習 而不是直接叫他做事 那舉個具體的例子 如果大家都會寫商業計畫書 那你可以叫他寫商業計畫書 你會覺得他寫出來的東西普通啦 比我們現在公司的版本還差 但是如果你跟他說 請用business model canvas的模式去寫 參考誰跟誰的這兩個link的reference 但是如果你講不出business model canvas 他就給你一個general版本 所以到底是我知識邊界的問題 所以第一步我會先問他 如果我要寫商業計畫書 要拿多少種方法路過模型 可以給我參考 然後跑出來很多種 我很複雜 不知道哪一種適合我的時候 我會給他一些 你可不可以問我問題 然後幫我選出適合我的東西 所以他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事情 不要第一步就直接叫他做事情 因為那只是加快版的你而已 但我們都有我們的知識邊界 所以我想說分享一下另外一種思維 跟AI協作的方式這樣子 小弟出場 所以大家辛苦 什麼跟什麼 你也是說不要再跳火鍵是不是 好 沒有啦 真的是這樣 大家真的很辛苦 然後因為我自己也是方德過 然後真的很辛苦 然後AI這個東西改變很大 那我覺得很多問題真的要多問他 不用多問別人 然後我覺得Fesh跟他分享得很好 然後大家可以去看我們五月的 然後跟Evnor的分享 我真的覺得那個組織的變革是 對大家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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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幫助 那個是我自己心中想像最好的 由下至上的公司上面的實踐 我真的是第三方 所以說算了 Anyway 好 這樣就這樣 謝謝大家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